哎我妈呀这还决赞呢 你不要让我滑 不滑不动我滑 我现在有点像那个许甲哥回家的时候 被那西族的人给我滑板拉回去了 就是说滑板会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 你还PK吗 还挑战吗 不吊了 还嘴硬不嘴硬 不硬了 挑战特别费公主 要干嘛 我这是二个小时 你这还有脸回心笑吗 你投虎好了 都回去了我 哎呀看看这湖里的小鱼都来嘲笑你了 小三哈喽 等等我 等我们玩滑板去 姐姐教你哦 哎呀我跟你说啊 其实从这个坡滑下去最好玩了 会不会第一次就翻车了呢 我们拭目以待 啊会会我不行我得先练练 这个坡我还是先不滑了 我打算先去平地练一下 小森啊我给你来一脚 然后你直接不要 不要冲着这个 冲冲冲冲冲 我得先热一下身啊 冲着这个湖直接进去好不好 这么热的天游个泳 好久没滑过了 这边还好 这边的地比较光滑一些 刚才那个地不行 太多石头 我们新疆市的大公园就是凤湖 虽然离我们新疆市稍微有点远啊 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吧 不不不这是大郑州的后花园 他抢我卖 他用一个冰淇淋抢了我的卖 然后牛把冰淇淋抢走了 刚才某些人不是说不吃吗 打开了我就吃一下嘛 2023年第一季木野大战滑板比赛 现在开始 后会就我一个人啊 就一个人参赛的 我已经三年没划过滑板了 一点不熟练 对啊 我依稀记得你这个滑板好像买了挺久了 我现在划的不熟练了 走你 看出来了 不用着重强调 业内外人士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熟练 你要不要学我教你 不要 其实呢 你不觉得我有点那个运动员的那个水准吗 你俩退役之后就长胖了的运动员 我是不是太毒舌 没有没有 你说的很到位很精准 退役之后就是夜惊于勤而荒于稀的那个运动员的水准 练一小时然后从网上找一个 啊 从网上找一个视频然后把脸一模糊 对对对把脸蒙上 把你的脸披到他的脸上 冒充是你 这一般都是我的作风 我的作派 俗话说的好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今天呢 我飞百万粉丝 飞百万知名 不知名 旅行博主 别笑 飞百万 不知名旅行 非博主 在这里把话 哎呦好疼 撂到这了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要挑战一下全新乡市 乃至全原阳的这个啊 玩滑板的这个 小森你可真敢吹啊 你能再吹大点不能 挑战全网 挑战全网 玩滑板的 咱们是吧 主要是旁边没人 谁说的 是不是多人 不要 不要 停 不要乱 不要胡乱 不要乱 不要乱 今天呢 我李小森把话就撂到这了 我今天要决战一下凤狐之巅 谁啊 谁 还有谁 还有谁 谁 今天呢 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我李小森的厉害 你 过来呀 怎么着 搞错了 再来 有点紧张 好久没有练过 能把滑子动吗 往前搓嘛 往前搓嘛 这很绝战呢 紫禁之巅嘛 凤狐之兵啊 凤狐之兵啊 凤狐之兵就是平的呗 哎 把他的手给我裁掉啊 哇 你看我滑的好棒啊 滑的是不是很快 快点快点 滑的是不是很快啊 滑的是不是很快啊 保持不重要 我这滑的太好啊 啊 哎 我的滑板 滑板 哎呦我天呐 咋了咋了 摔了 滑板没事吧 哎 你关心滑板还是关心我 滑板没事吧 滑板没事吧 你没事吧 摔的哪了 你看看明显就不一样 哎我只担心就是 你摔的时候有人看着没 哈哈哈哈 你们俩看着 你们看着没 没注意啊 没没没没 来我扶一下 慢慢慢慢的啊 哎呀 哎呀我问问你啊 丢人不 丢人 还挑战不 不挑战啊 还说大话不 还张狂不 哎走吧 回家吃饭吧 我饿了 滑板 滑不要了 回家吃饭吧 就这还吃饭吧 我下次再吹牛 汗有脸吃饭呢 下次接着吹吧 哎哎哎 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